说古人八卦解汉字典故 今天我们来说鲁班 鲁班原来的名字是公书班 是春秋时代的鲁国人 所以又叫他鲁班 鲁班是古代的杰出工匠 他发明了云梯 屈齿 流传下许多建造法则 对建筑木工的贡献也都成了传说 后世的人将他奉为工匠祖师爷 鲁班出生的时候群鹤云集满室生香 持续了一个月才散去 如此异象使得邻居都以为 鲁班是天上星宿投胎 之前是不是也说过一个叫李白的 天上的星星数不清 下凡的星宿很多的 但是鲁班长到了七岁 还不喜欢上学 一直到成年 他才在子夏的门下求学 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鲁班就已经将所学融会贯通 周游列国 他主张尊崇周朝王室 但是天下分裂 这样的见解并不适用于当时 鲁班失望之余 只好归隐 鲁班的特长并非政治 而是他的巧意 云梯 战舟 磨 袍 都是鲁班的发明 莫子记载 储王要攻打宋国 作为城池把木板当作武器来攻击 鲁班想方设法进攻 却都失败 反观莫子 却还一派从容 莫子的计划成功了 如他所愿阻止了一场战事 这就是云梯最早的记载 但也有一些发明并没有再入史书 比如说句子的发明 就是流传甚广的传说之一 鲁班受命建造一座宫殿 他让徒弟们上山砍树 当时还没有句子 徒弟们只能以斧头来砍树 速度缓慢 鲁班眼看工程就快来不及了 决定亲自上山检视砍树的情况 他在上山途中 不慎被野草划破了手指 心中奇异啊 也仔细对野草查看了一会儿 原来这些野草的两边 长着锐利的小细齿 要是没有留意用手去碰 很容易就会受伤 接着鲁班又见到蝗虫啃叶子吃 撕咬叶子的动作 却一点也不费力 好奇的就抓起蝗虫来观察 发现蝗虫的牙齿上 排列了许多的小细齿 正是咬断草叶的得力工具啊 他不是来不及了 还在那边看那些有的没的 我看他就欠骂 他将这两件事情连结在一起 受到了启发 把竹子制成了一条 带有许多锯齿的竹片 用来锯树 果然容易多了 但是竹片的硬度不够 不耐用 鲁班就用铁片来取代了竹片 他和徒弟拉着铁片 一来一往锯树 快又胜利 这就是锯子的由来 民间盛传 鲁班工艺之巧 有人说他造的木头鸟会飞 木头人能动 他造的灯塔一旦点燃 就能分开海水 而且他能够用口水 把碎木粘成精美的梁柱 甚至一夜之间就能造成三座桥 这些传说让鲁班的巧意 染上了神秘的色彩 他的技术 以达出神入化的境界 木工 瓦工 石匠 奉鲁班为祖师 为他建庙奉祀 明代所汇变的营造法式 也被命名为鲁班经 鲁班是中华文化 巧匠形象的代表 也常被后人作为典故来引用 唐代王伟兄弟 出身于书香世家 富有文采 也是柳宗元的好朋友 两人前来京师 柳宗元为他们的唱贺诗作写续 赞美他们 有如三国时代的应渠应阳 南朝的陆基陆云 两对以文采出名的兄弟 柳宗元还自迁道 曹府于班影之门 思强掩耳 他说 我为你们所写的序文 是在行家面前献丑了 有如在善于工艺的鲁班 影匠面前 耍弄斧头一般 班门弄斧 就比喻在行家面前 卖弄本事不自量力 我是冯一刚 我们下次接着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